鲜茄碎肉烘意粉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肉类偏補之外 其实番茄这一味的蔬果类 我们会觉得挺有趣的一个作用 首先我们要知道 在不同的食材里面 它们不同的颜色 其实都是有特定的关系在里面 因为当一个食材颜色 它展现给我们眼睛看到的时候 是不同的频率 所以这些食材它的颜色 其实就代表着它一些弱性 因为它是一个不同的频率 番茄这一味的食材来说 它是红色 所以我们觉得红色的食材 一般好像火一样 它有一个令人体能量增加的作用 所以番茄其实也有补的作用 而且它的弱性是向上开通的 为什么呢? 我们会觉得番茄的形状像什么? 像心状 切开一半的时候 刚刚就好像一个心房一样 而且里面呢 还有些好像血那样的水流出来 所以番茄在中医上来说 我们发觉吃了之后 原来可以入到心的经络 所以尤其对于一些可能 心口疑闷 或者不是那么舒服 容易饿气的人 番茄原来对于心胸有一个流通作用 香茅洋葱灰珠柳 值得一提的是香茅和洋葱这两味食材 香茅和洋葱有共同性的一点就是 大家其实也有一些辣辣的味道 这种新辣的味道在中医上来说 有驱寒 散寒 可以提供一些能量给大家的一些作用 有一个温性的作用 对于人体上来说 尤其是适合一些 惊奇之后或者铲后 比较怕冷一些 或者手脚比较冰冷的 面色看上来 可能比较苍白一点的苦女 就适合用这一味的菜式 但是要留意一点 因为畢竟这一类的食材 它都是偏向新温一点的 偏热气的 所以如果有些皮肤问题 例如最近有些风烂起 或者本身有些濕疹 这两味的食材 就可能尽量减少去运用